親愛之報 如影隨行 歡迎您加入這個小時的 專案組節目 我是楊如涵 節目一開始 我們先帶您7秒搶先看 在民國105年1月29號 這一天晚間10點多 在嘉義市的這間藝品店門口 突然間傳出槍響 有一名男子 重彈 渾身是血的 就倒握在了自己的車子旁邊 而他的妻子 也就是這一間藝品店的老闆娘 趕緊衝出來查看 他發現丈夫 已經完全沒有生命跡象 嚇得趕緊報警 而警方到達現場之後 發現這名死者叫做阿中 而令人驚訝的是 他竟然是當地嘉義市保安警察隊的員警 而根據他的傷勢來研判 槍手拿著殺傷力極強的線彈槍 近距離朝他進行射擊 而且前後作案時間 只有短短的15秒鐘 這個槍手顯然是有備而來 而公然殺警 擺明向公權力挑戰 在這起命案背後 又藏了哪些不能說的秘密 這一天嘉義下著磅陀大雨 為在嘉義市東區小雅路的這間異品店 警方拉起了封鎖線 因為這裡發生了槍擊案 身中三槍的男子 立刻被送往醫院急救 但因為失血過多 沒能挽回一命 第一時間募集 而打電話報警的妻子 一同趕往了醫院 面對丈夫死亡的噩耗 不斷厭面哭泣 警方到達事發現場後 調查發現 死者是47歲的阿周 令人驚訝的是 他竟然是一名嘉義市警察局 保安隊的主教 曾經擔任過嘉義市警察局 霹靂小組的幹員 那是非常大的一個案件 不管是不是我們縣市 同單位只要是警察被殺死 這個是我們都同仇提開的 當天晚上 他是在妻子的藝品店前 遭到歹徒埋伏襲 被害人的臨近中 他當時候去他太太 所開設的藝品店 然後去接他太太下班 然後他的太太 當時在店裡面 做收尾的工作 而他呢 則先步出了店門口 然後呢 打開了他的 右後的車門 然後當時候就有一個歹徒 很快速的 從他的背部靠近他 又覺得從他的背部 連開了兩槍 從事發現場 對面的監視器 隱約可以看到 槍手朝藝品店走過去 這時候他已經朝著阿中開槍 畫面下方一問民眾 聽到了槍聲 躲在樹的後方 不斷張望 沒想到歹徒還不罷首 行動的歹徒呢 看到他似乎呢 還有意識存在 所以他就立刻 從車頭趕往車尾 對著他的胸口又再開了一槍 那歹徒真的就是 大概15秒他就結束了 他就過去 砰砰砰 他就走了 歹徒連轟了三槍 整個作案過程 只花了短短15秒 隨即離開現場 而監視人員在現場 也找到了幾枚蛋殼 同時比對死者身上的傷勢 有了進步的發現 後來就是 對屍體進行相驗的結果 是發現他的 主要的受傷的地方 大概有三處 就是背後的部分 大概是中了兩個發 然後就是因為他是散彈槍 所以那個受傷的範圍 有點大 開的過程 他已經傷及到裡面的瘴氣 因為醫生急救過程 發現裡面的小鋼豬太多 所以就是無法急救 他的正中央大概中了一發 比較就是彈杯是卡在身上的 沒想到槍手竟然使用罕見 卻殺傷力極強的現彈槍 肯定是不打算 留虎口一心置他於死地 監視人員就跟我講 這現彈槍 耍技 我一般講的現彈槍 現彈槍就是 它裡面有很多小的鋼豬彈 所以打進去 現彈槍只要打大的話 其實幾乎都沒有救了 你打到瘴氣 瘴氣有三十個孔 你要怎麼救 一直流血就流血了 結果失血死亡了 這是當時阿中遭槍擊時 身上所穿的衣服 從衣服上更可以清楚看到 衣服的背面有三十幾處 遭鋼豬貫穿的孔洞 所以歹徒一靠近阿中之後 先朝背部開了兩槍 爆裂開來的鋼豬 讓他痛到在地上哀嚎 尖叫聲驚動了他的老婆 沒想到槍手繼續朝著他 正面開槍 這一槍隨即奪走阿中的性命 香驗時一共在他後上背 發現十四個彈孔 下背部發現十六個彈孔 最後造成內臟大量出血而死亡 我們聽急救醫生講是說 因為他的距離近 然後他的範圍受傷廣 所以很多瘴氣內 都已經被貫穿 那你貫穿的地方多的時候 就跟一般我們子彈 只有單一發貫穿的地方 急救起來相當難度 會變得更高這樣 偏偏那一天 正好碰到下雨天 陰雨萌萌的 加上監視器數量不多 畫質更不像現在這麼清晰 只看到槍手戴著安全帽出現 行凶挽救快速離開現場 其實他是埋伏很久 他埋伏很久就表示說 他這個應該是計畫的一個犯案 那計畫的話一定是有很大的 不管是利益衝突 情感糾葛幹什麼 要讓一個現役的警察人員 要他的命的話 這個一定是非常的一個重大 原警在大馬路上遭狙殺身亡 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不僅嘉義士警察 包括刑警大隊 還有刑事局戰略隊 也就是中部打擊犯罪中心 全都動員 準備全力氣胸 我警察同事被插 就是挑戰警察公選力這樣 對啊 所以大家都很 一接到這個消息 都第一時間 全部的人都投入進去辦 好像買賣糾紛嗎 這部分是有民眾有提到這件事 那當然我們會列入一個重點 來列入清查的一個方向 難道真的是買賣糾紛嗎 限彈槍的三發子彈 奪走了嘉義士保大原警的性命 沒想到牽扯出的 是更令人難以置信的真相 這個死者阿丁他從警15年 是保安隊的小隊長 平常工作非常認真 而同事間也都說他 非常的有正義感 而夫妻倆的感情也滿不錯的 會是什麼原因惹來殺身之禍呢 沒想到專員小組追查之後 發現在事發前一兩年 就有風聲傳出來說 有人買兇 還找來一名艾莫的槍手 打算要殺掉這個阿丁 而透露這個訊息的人 是台南的一個刑警小隊長 這個小隊長和這起殺警案 會有關聯嗎 嘉義保大原警阿中 在等老婆下班的過程中 遭槍擊身亡 生前她無論是到大陸遊玩 還是在台灣參觀風景民社 都搂著妻子留下了甜蜜合照 可見夫妻倆的感情相當深厚 看她的手機資料的話 她跟她老婆感情滿好的 然後跟小朋友感情也都滿好的 阿中儘管警察工作繁忙 但只要有時間 都會帶著兩個兒子一起出遊 一家人就是阿中最強的後盾 而阿中更是家人最大的支柱 如今支柱倒了 家人們都想問 到底是誰這麼狠心 另外因為她的太太 是在經營藝品店的 我們曾經也懷疑過 是不是跟三老鼠會有牽扯 因為一般工藝品店的一些 木製工藝品 往往會跟三老鼠有一些牽扯在 巧的是阿中的太太 向專案小組提供了一條線索 表示在案發前幾天 似乎有些真兆可虛 其實她太太也有講說 前幾天也有人來看什麼 然後也有產生一些衝突 那這些是不是也不知道 說不一定她賣東西 或是東西是髒貨是幹什麼 這些都有可能會引起衝突 另外由於阿中之前 曾經任職於撇役小組 氣拿的大部分對象 都是具有強大火力的前科分子 難道是在逮捕過程中 得罪了誰嗎 當然警察會跟人有一些糾紛 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這樣的糾紛 是不是足以大到會讓人家心胸 我覺得是很值存疑的啦 對 那初步的排除 我們是沒有看到 有這樣子的狀況存在 專案小組也很快地清查了阿中 還有妻子的金流 證實初步排除是財務糾紛所引起的 但由於目前還沒有更明確的線索 為了擴大範圍清查 現實人員在案發隔天 再度回到了事發現場 做進一步的採證 她要在這個現場行凶的時候 她會數次的去勘察 那勘察的過程中 她當然如果有嚼食檳榔 或是有抽菸習慣的 她就會不斷地進行這個動作 那有可能就會把這些東西 丟在現場 那當然就是有點 也是希望說能夠 在從這些沒有鎖定的證物中 看能不能找到歹徒相關 留下的跡證這樣子 而監視人員也拿到了一張 專案小組 從附近監視器所擷取的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透過進一步比對 掌握槍手可能的身高範圍 為了要更精確推估這個歹徒的身高 所以我們請了課內同仁戴著 相同款式的安全帽 然後我們再經過同樣的監視器 監視器下去做一個比對 然後盡可能將歹徒的身高控制說 因為同時剛好一個是 一個是 所以我們後來 研判歹徒的身高 大概是 175公分上下 然後身形是大概偏瘦小 除了先勾勒出 槍手的身形之外 專案小組也得進一步 從事發的異品店為原型 以同心圓的方式往外 大規模調閱 周遭監視器畫面 以免關鍵線索 因為時間的關係而被覆蓋 就跟我們當時的 刑事警察局局長劉柏良報告說 我要把嘉義市東區的 那個士心的所有的監視器 通通下下來 可能要花了幾十萬 因為我怕他證據不見了 劉局長很爽快說 沒關係你先做 前中央會支援 專案小組也研判 歹徒從勘察地形 到執行殺人計劃 肯定不止一次 來過這個異品店附近 因此每一個鏡頭 每一個角度 甚至是每一台車輛 都不能放過 當時全嘉義市一千名警力 將近有十分之一的警察 每天都在跟時間賽跑 過濾監視器畫面 你去看監視器 只要有來回 在那邊有踩煞車的 你勘察路線啊 就在 我們還是要教他 你怎麼看監視器啊 不然你所有的車過去 你要怎麼看 第一個 速度很快 然後在那邊放慢的 第二個有踩煞車的 還有一直重複來回的 這些是重點 這當專案小組窮盡一切的努力 遠景命案 還沒有任何頭緒的時候 從台南市 燒來了一個關鍵線索 在案發前一兩年有聽到 外面在講說 我們這個阿丁好像之前 就已經有人買胸要殺掉他了 這條線索剛好是台南一位 刑警小隊長 在案發前一兩年 在喝酒的場合中 聽聞了有人要買兇殺人 而對象正是這位 嘉義保安隊的阿周 一位A委託癌莫的B 要來執行這個 就是這個槍擊 槍擊殺人 專案小組第一時間 找到了這個小隊長 他說當時第一時間 聽到這個消息 他選擇先把這件事情 放在心裡 直到好幾個月後 才專程到了嘉義一趟 他可能是比較低調的人 那所以他跟這個阿中是 也沒有認識 突然去跟這麼樣一個同仁 這個提這個事情 會讓人家覺得他是不是有 有其他的企圖啦 人家說是不是那個 線索豆皮還是什麼 所以也因此被 被督察單位調查 灘灘的小隊長遭到 督察單位的調查 他和這起槍擊命案 有著什麼樣的關聯嗎 看來這起嘉義殺警案 案情越來越複雜 那這樣更讓我們覺得 那糟糕 那到底是怎麼樣 後來這名傳遞買兇訊息的小隊長 遭到了降職處分 而當初又執行的槍手 根據追查 他也因為癌症過世了 現在線索全斷 但磚小組土法煉鋼 透過基地台還有蜂巢等各種方法 總算查到了一台可疑車輛 案發前後都曾經出現在 異品店的附近 甚至還掌握到了一名通氣犯 叫做劉瑞棠 他前科累累 而磚小組確定了他的落腳處 是台南市安南區的這一處余溫 經過埋伏跟肩之後 決定拂小攻堅 警方出動了大批人馬前後包夾 這個劉瑞棠他會投降嗎 加益市保安隊警察當街遭槍擊身亡 很快的各大報都以斗大標題 大篇幅報道 這起事件一發生之後 警政署署長陳國恩 立刻下令務必要嚴查到底 追出真相 這讓原本就已經繃緊神機 想要盡速破案的專案小組 承受了更大的壓力 千金剛馬一直踩下去 不能無窮無盡 所以每過一天壓力就多一分 當時負責統籌規劃 分配任務的就是他 嘉義市刑大大隊長吳東文 面對如此棘手的案件 吳東文說 每走一步都得小心謹慎 一不小心就會千功盡器 我建議我們局長一定要分割處理 這兩個單位不來開專案會議 中黨不來開 台南也不來開 我會跟他們個別接觸 因為你開我們的專案會議 等於就是偵查大公開了 因為專案會議上 有我們嘉義市刑警大隊的人 有二分局的人 有資源的人 有什麼人 通通有 那藍保這個訊息一出去 所以我當時是做了一個 比較細密的分工 跟嚴密的保密 因為遠景的這個敏感 其實太敏感了 地緣性一定很高的 除了嚴格保密之外 吳東文還提到了一個關鍵字 就是地緣性 因此專案小組 從歹徒的先凶模式 先做出了研判 這個人應該是 會是偏向於 是兄弟 幫派這一類人 因為這些人 他的殺 他殺人會比較在所不行 一般的人 就不會去做這個事 所以我當時的研判 我們大家的研判 也都是朝向說 這個人應該 還有前科 而且很可能 也是說我殺你這個人之後 對我以後的刑責 其實也差不了多少了 所以我做了跟沒有做 是沒有差的 警方除了第一時間 調閱監視器畫面之外 也要進一步比對風潮 還有基地台位置 透過交叉對應 找出可疑分子 從一品店被槍擊 那一品店周遭基地台 一定就先調基地台童年 然後他往防汛道路跑 所以防汛道路沿線的 基地台的童年都要掉 對 所以這樣調回來 就要超過幾千萬筆 就在專恩小組 日以繼夜 不斷比對監視器 還有風潮之後 果然有了 振奮人心的消息 就在調閱監視器的過程當中 也同步掌握到這台車 車主他叫做阿偉 他的車輛很巧的 曾經出現在案發現場附近 在擴大追查到他周邊的親人時 他的父親劉瑞棠 馬上吸引住了警方的目光 劉瑞棠他是一個老流氓 是很有意氣的老流氓 然後他年輕的時候就是開賭場 然後幫人家喬事情 在維生這樣 那他之前就是因為 犯案進去關了嘛 然後現在假釋出來 但是他那個刑期是無期徒刑 所以他就是不能再犯案 不然就是會被關很久這樣子 他在假釋的期間呢 在103年 然後又因為這個 妨害自由的案件 所以被法院判了有期徒刑 八個月和三個月 然後從此以後 這個劉瑞棠他就 他就被法院通緝 他就開始了他的逃亡的生涯 鎖定的第一個對象他是誰 就是他 就是劉瑞棠啊 掌握了這個可疑對象劉瑞棠之後 專小組開始針對劉瑞棠 和兒子阿偉的動態 開始追蹤 這台賓士車其實同時間有 旁邊有一台貨車 也跟著一起到我們台南市安南區 在案發後的隔天 那當然我們就從這台車子 開始去追 所以就研判他可能是 搬完之後 從台中的住屋處趕快搬離 然後到我們安南區 這個漁溫這邊來 看來是警方 根據劉瑞棠的軌跡 來到安南區的漁溫 沒有想到 他腹地非常廣 大概有107平方公里 那幾乎都是漁溫 都是漁溫 那後來我們到這個地方 去做勘察的時候 就發現到 這個 有一個公寮 那旁邊好像有一個鐵底圍起來 一個工廠 那四周都是漁溫 眼前這個公寮 很有可能是劉瑞棠 在台南的落腳處 但在沒有十足把握之前 只能先埋伏跟肩 偏偏這裡的地理環境 對警方來說相當不利 你人在這個公寮 其實你一望無盡 500公尺一公里 都有什麼車輛 有人在走動都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對我們警察來講 要攻是不好攻堅的 容易被察覺 所以我們在收證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小心 很謹慎 而且都躲在300公尺外的草叢內 在做收證 確認我們這個阿董 是不是有在裡面 草叢成了警方最好的保護色 埋伏的警方 長達48個小時沒有合眼 就擔心漏掉了任何一個 可能的線索 終於確認了劉瑞棠 人就在公寮裡 事發至今已經過了一個多月 現在是警方等了 好久的關鍵時刻 在3月4號的凌晨 大概6點4幾分 就決定進行攻堅 然後我們整個這個公圈小組 大概有7台車 那在現在附近的一間大廟 的停車場先集結 5點半在那邊集結 就是我們 陸爾門天后宮的一個停車場廣場 陸爾門天后宮和劉瑞棠藏裡的公寮 只有短短2.5公里 一大清早警方在這裡整隊 一切準備就緒 就等著和劉瑞棠面對面了 劉瑞棠藏有沒有收到劉瑞棠 時間105年3月4日 進行動腰兩高中安 搜證畫面裡 可以看到路上除了警用真房車之外 幾乎沒有其他車輛 警方一路從媽祖公一街 持續往公寮前進 劉瑞棠藏裡 好 我們進去了 畫面左手邊的鐵皮屋公寮 就是警方鎖定的目標 很明顯可以看到前方的車子還沒停妥 兩側車門都已經打開 車上委安特勤人員準備進行 第一線的弓箭任務 位在余溫中央的公寮 已經被警方前後包夾 劉瑞棠根本無路可逃 很快的 維安人員攻破第一道門 緊接著他們準備繼續指導 劉瑞棠的房間 警方大聲呵斥之後 門緩緩被打開 只見一個穿著全身白色睡衣的男子 他似乎已經放棄和警方對抗 來 放棄 來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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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間裡除了劉瑞棠之外 還有他的女朋友 兩個人都被警方制服 你跟什麼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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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瑞棠 你乾脆 來 劉瑞棠 劉瑞棠 劉瑞棠被刑事局中部 打擊犯罪中心隊長丁靖 壓制在地 他承認是他殺了警察中 完全沒有否認 甚至他心裡也有數 警方為什麼找上他 但現在他得清楚交代 殺警察的動機 到底是什麼 撩一個 我們撩一個 他在事發之前 有去那家一品店去購買過東西 他認為有招店家這個坑 因為一個聚寶盆的買賣糾紛 就憤而殺人 這樣的公辭 當時承辦的檢察官侯德仁 完全不採信 侯德仁甚至回憶 劉瑞棠態度很反常 他似乎在保護著什麼人 你只能夠知道 你不管問他什麼他都承認 但是只限於他自己 你在問他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王坤宏沒事來 不管你有沒有提到王坤宏 他都會告訴你王坤宏沒事來 一個通緝犯把罪行 通通攬在身上 並不奇怪 但劉瑞棠卻力保王坤宏 面對自己的兒子 可能被他牽連 竟然無動於衷 我也提到說 如果你願意坦誠 那麼對於劉家瑋的行度 其實檢方 並不一定會這麼樣的堅持 但是不管我怎麼樣的 釋出這樣的意象 但是劉瑞棠全然沒有反應 他只是一直告訴我 王坤宏是無辜的 劉瑞棠犯兒子阿偉 也要保護的王坤宏 又是誰呢 他是當時嘉義縣竹崎鄉鄉長 一個現任的鄉長 怎麼會和槍擊案扯上邊 目前除了查到槍手 專小組都心裡有數 這絕對只是查氣的開端而已 接下來要掀開藏進人的真面目 要面對的肯定是更艱難的挑戰 在民國79年 才29歲的王坤宏 他首次參選 就選上了主旗鄉代表 而在這之後 民國90年 他又選上了鄉長 一當當了三屆 不過他在早期嘉義的幫派 一員幫內排名第五 所以綽號五角 而王坤宏還曾經為殺人畏罪 公共危險等罪嫌入獄服刑 地方上對他的惡霸行徑實有所聞 如今傳出 他就是這一起殺警案的幕後藏進人 而檢察官掌握到了一本 王坤宏的私密筆記本 裡頭寫了他懷疑老婆對婚姻不忠 甚至還拿錢包養小王 而這所有的懷疑他求證的對象 竟然全都是神明 因為筆記本裡清楚記載了 他寶貝的結果 而這本筆記本 也成了這一起殺警案 重要的突破口 民國94年8月底 颱風泰利是當年第二個 侵襲台灣的強烈颱風 後續的豪雨造成嘉義的目擊寮部落 道路遭到滾滾洪水掩埋 大量的泥沙也灌進民宅里 這原本都好 這水平鎮龜幫也必死 這原本都好 當時擔任嘉義竹琴鄉鄉 鄉長的王坤宏 不畏風雨到第一線看災 其實王坤宏像這樣冒雨挺進 最前線的畫面 深深烙印在居民的心中 王坤宏也一路從鄉民代表 縣議員到選上竹琦鄉鄉長 甚至還一當當了三屆 不過王坤宏除了這樣的正面形象之外 在地方上也傳出有些人 對他有不一樣的評價 你只要利益跟他衝突 或是跟他衝突的話 從他的前科來看 他是不惜暴力相對的 而且不是他 他旁邊的人就會幫忙 民國97年嘉義界竹琴鄉村長溫良公 他50歲生日這一天準備出門辦事 沒想到遇上歹徒 先是用轎車衝撞再電擊 甚至拿硫酸潑灑 導致溫良公頭部灼傷 還有失明的危險 這起事件被懷疑是因為村長 反對垃圾廠設置案 遭到報復 而一度有傳聞 背後的真凶就是王坤宏 你看他之前的新聞就知道 曾經跟他一起要競選鄉長的人 其他候選人也因為這樣子被潑瘤酸 那雖然沒有實質的證據說 證明是王坤宏做的 但是鄉里間的傳說 就是說他是一個刑事作風 就是很強悍的人 但王坤宏真的和這起殺情案有關聯嗎 是專案小組首先要釐清的方向 根據了解王坤宏還有死者阿周 兩個人是嘉義逐棋同鄉 更是久事 從照片上可以看到 當初王坤宏競選時 阿周還親自到現場擔任助選員 可見兩個人的交情相當深厚 很多人說 我們都要出來選 因為你要來深淡這件 王坤宏與阿周會因為什麼事情 截下仇恨呢 警方決定先從趕前面著手 當時競選活動中 站在王坤宏身旁的就是他的妻子 不過兩個人的感情 裂經了風風雨雨 這是王坤宏的妻子 為嘉義在地主堡廠商 走秀時留下的畫面 而她和丈夫王坤宏十八九歲 在同一家餐廳裡面服務 日久升旗 二十出頭歲就登記結婚 結婚後時常一起公開露面 但實際上 夫妻感情似乎早已經出現裂痕 王坤宏自己也坦承 她在婚姻關係中 她有一些外遇的事實 那基於這樣子複雜的 她婚後這樣複雜的感情狀態 我相信這個 她的這個配偶應該是覺得 心裡面是覺得相當的 對應該是有些怨對 在外多情的王坤宏 實際上面對自己的妻子 卻是管得很嚴 對太太的行蹤 她都要隨時掌握 她的太太懷疑說 她有被王坤宏架設這個GPS 去監控她的行蹤 那這件事情就是導致於 他們兩個離婚的一個 對 到過線 王坤宏和妻子離了婚 但往往孩子就是兩個人 感情複合的年酌季 離婚將近一年 突然又閃電般落井重圓 甚至攜開28桌大方雁客 也積極營造她好男人的角色 他們後來會再結婚 他們說其實是為了小朋友 為了讓小朋友 有一個完整的家這樣 就在專案小組 還在釐清是否是感情問題 引發殺機的時候 檢察官查扣到了一本 王坤宏的私密筆記本 她把她對於她想要問的問題 一一的寫下 並且向神明指揮 然後其中列的問題呢 有非常多是覺得難以想像的 譬如說她就認為她確定了 她的配偶是有外遇的 對 那麼外遇了多久 那麼她是不是在報復自己 那麼她有沒有在外遇的過程之中 有提供金錢給她外遇的男人 然後甚至呢 對於她外遇的時間到底多久 她都一一的去向神明請示 很多人都知道王坤宏是一個賭性神明的人 她曾經拔杯由神明來決定 是誰要代表朱祁鄉競選鄉長 但萬萬沒有想到 她竟然連妻子有沒有外遇 都要拔杯問神明 請示的杯數越多 就表示說呢 她對於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取得的聖杯越多 她對於這樣的問題 她就越覺得深信不疑 而從這樣子的記載來看 可以知道王坤宏對於她太太 疑似在婚內出軌的這件事情 她其實是有一種還蠻扭曲的一個心態 監察官看到這本筆記本 可以嗅到王坤宏已經懷疑妻子有外遇 甚至以她強悍的個性 要下手行凶也不是不可能 但有人拍下 王坤宏在阿中的告別式上 還擔任典主官接受家屬鞠躬打理 如果真的是她買凶殺了阿中 她又怎麼敢現身告別式現場呢 這請殺警案怡雲 王坤宏到底是不是背後的那個 藏進人呢 儘管專案小組初步研判 鄉長王坤宏就是命案的幕後主使者 而離清真相之前 警方手上有兩個關鍵人 分別是行凶的劉瑞棠 以及他的兒子阿偉 只是不管警方怎麼問 劉瑞棠堅持是買賣糾紛 現在專案小組打算利用測謊 來突破這個阿偉的心防 而他會是警方開啟真相大門 那把關鍵的鑰匙嗎 劉瑞棠到案後對於案情 依舊是一副到我為止的堅決態度 而警方調查發現 劉瑞棠和王坤宏 以前是監獄的育友 我認為他受到的這個 從小到大的養成教育 他是不會去複脈他的朋友 因為他跟王坤宏是認識的 對於對他來說王坤宏也是他朋友 王坤宏其實都有借他錢 在他需要錢的時候 所以對他來說王坤宏也是對他有恩的 董劉瑞棠的前科紀錄 以及家庭背景分析 殺人的刑期對他而言 恐怕不是他所在乎的 如果不把王坤宏公出來 王坤宏沒事出來之後 可能還會給他安家費 他的老婆小孩兒子都還會得到照顧 對於他自己而言 他已經是一個無奇徒刑的人 他工作完婚紅來說 對他來說減刑也沒有意義了 所以他也不可能去做這件事情 竟然劉瑞棠不肯說實話 專案小組決定利用測謊 試圖找尋可能的突破點 當下他是跟我們講說 劉瑞棠在槍擊命案中設下了停損點 現在警方轉向劉瑞棠的兒子阿偉 因為專案小組發現 在事發前阿偉就曾經載著劉瑞棠 出現在案發現場附近 還南下台中購買那台作案用的機車 甚至到了屏東以朋友當人頭 申請了行動電話 最重要的是行凶後 阿偉拿到了一百五十萬元 當時劉瑞棠也有拿了一部分的錢 所以我們才會用共犯 簡單觀眾說 這個已經是行為分擔的 已經是共犯的 也不是幫助犯的 希望有進入測謊來理清楚 看看說他是不是真的有涉案 是不是事前就知情 離清阿偉在殺警案中扮演的角色 也很重要 加上目前沒有人願意吐食 他的公辭成為專案小組 進一步要突破的重點 當時刑事局測謊專家周倩玲 針對幾個核心問題 開始逐一進行檢測 你看你的父親有沒有去討論到 或是談論到說 他要去開槍的這件事 他是完全否認這件事情 他說他根本就不知道 對於他與槍擊案件的連結 與不合理之處 他似乎都有自己的一套脫罪之詞 他父親沒有辦法搬去重物 所以他也沒有工作 那父親有什麼需要 他就會去幫他 他就會幫他搬家 或是說想說他需要去哪一個地方 他會開車接送他 坐在側黃椅上的阿偉 看起來拼命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就連父親行刑後拿到的兩百萬 其中的一百五十萬元 進了自己的口袋 他也有話要說 他是他父親要給他開麵包店 製助他開麵包店的一個情 一再分割自己與槍擊案的關係 但阿偉卻又很突然的 提供了一個所謂的關鍵線索 父親有叫他說你看慢一點 他有發現說他的父親 眼睛的視線的方向在注意 一間藝品店 他有注意到這件事 不過這個阿偉即使願意接受測謊 意識清白 但圖譜上卻顯示了不一樣的結果 發現說他對這一件案子的話 並沒有完全說實話 那並沒有完全說實話的 在策網上所代表的意涵指的就是說 他所陳述的這整個經過 可能有所隱瞞或是說謊 劉瑞棠行凶殺了阿忠 他的兒子阿偉 法院也認定他就是共犯 現在槍擊案 眼看就剩下最後一塊拼圖了 這整起案件除了槍手劉瑞棠 還有一個中間人叫黃俊元 其實他就是王坤紅的表弟 而王坤紅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會尾由這個黃俊元來處理 而這起槍擊案當然也不例外 但警方得確定 王坤紅的妻子和死者阿丁 是否真的有交往關係 而沒想到追查下去 還原了對話紀錄 更發現了兩張關鍵的私密照片 甚至阿丁和王坤紅的妻子 兩個人還常相約出遊 專案小組研判是婚外情 引發了這一場風暴 離這小平頭身材重硕 被警方壓解的就是黃俊元 他是王坤紅的表弟 黃俊元在竹琪鄉 是專門幫王坤紅 處理黑白兩道的事情 黃俊元可以算得上是 王坤紅的代理人 在這起槍擊案中遭檢方認定 他之情同時還扮演了 中間者的角色 槍擊案發生之後 黃俊元立刻駕車 去到王坤紅在嘉義市的住處 顯然這件事情應該是 黃俊元得到了槍擊案發生的 結果之後 立刻去向王坤紅去做報告 警方在偵辦的過程當中 也發現黃俊元在命案之後 還特別到高雄與劉瑞棠後面 甚至交付了兩百萬元 而且從頭到尾 黃俊元就像操盤手一樣 掌控全局 再向主使者回報 他曾經交付一支手機給劉瑞棠 交了之後 劉瑞棠用那個手機跟他聯繫 所以在刑凶案件之後呢 他又把這個手機呢 要了回去 並且給了他的一個 手下的一個小弟 要他這個小弟呢 三不五十用那個 行動電話跟他聯絡 來藉此混淆警察判案的方向 所以這種種的加在一起 就可以知道黃俊元對這件事情 應該是色如深深的 而專案小組也試圖還原 死者阿中的手機 發現他和一個叫做Grace的女生 有不少對話紀錄 來 兩個人不僅以老公 老婆護車 阿中貼了一張特殊圖片 詢問對方做何感受時 還不忘特別強調 我會愛惜我 心愛的 對方也毫不避諱地強調 相信愛 信任愛 不只如此阿中手機裡 還特別珍藏了私密照 阿中他就是整理了兩張 私密處的照片 然後存在他的私密相簿裡面 那因為存在私密相簿裡面 又引起我們的懷疑說 那為什麼 如果是老婆的性感照 為什麼要存在私密相簿裡面 那這個人到底是誰 對 然後才去對他的存取的路徑 那可能是從LINE裡面的這個 叫做綽號Grace的女子傳來的 經過分析比對 確認了這個Grace 就是王昆宏的妻子 她和阿中甚至多次一起出遊 兩個人濃起密意 我們在從其他的通聯 跟車型去比對 他們有多次一起出遊的紀錄 然後都是使用哪一台車輛這樣 然後去確定說 那他們真的很常一起出去 然後出去的時候 甚至於這個時間都很長 就像男女朋友這樣子 所以才研判說 那他們應該是 有男女朋友的關係 從王昆宏筆記本中 不斷懷疑妻子有外遇 現在再從死者手機裡 對應了一切 王昆宏買羞殺人的動機 也就成立了 我認為依他來說 第一個是他也丟不起這個臉 因為他的老婆 跟不管誰交往 對他的相長 我想他都沒辦法忍受 謝謝 這是王昆宏移送地檢署付訓時的畫面 臉上還掛著笑容 彷彿他對自己能夠全身而退 充滿了信心 但專案小組可沒打算 讓他再從這裡走出去 他一到我們就有信心 雖然他走出來是很有信心 我們比他更有信心 因為為什麼 間接證據也是可以 兩個間接證據也是可以形成個直接證據 要逮捕現任鄉長 這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 加上從槍手到相關機證 都很難與王昆宏有直接的連結 但專案小組包含檢察官 全都費盡心力 更不放棄所有可能的線索 所有指向王昆宏的證據 都是間接證據 還有輔助證據 沒有直接證據 可以直指王昆宏是幕後的凶險 所以呢 這種情況之下 對於殺人案件來講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罕見的事情 這個案子總算真相大白 而當初台南的小隊長好心提醒阿中 有人要買凶對他不利 還遭到督察單位調查甚至調職 如今也還了他公道 最後王昆宏被法院判處15年半 用期徒刑定業 槍手劉瑞棠判刑15年 他從頭到我都沒有認 沒有啊 對 可是他為什麼要2000萬和解 我記得他有2000萬和解 因為我沒有去追蹤啦 我假如不是嫌犯 我為什麼要拿出2000萬 2000萬對一個人來講的話 以一般人來講的話 他是一個很大筆的財富啊 我為什麼要跟你和解 王昆宏自始至終都沒有認罪 儘管如此 他還是得面對法律的制裁 一起感情糾紛 釀成了這起殘忍的命案 更造成家庭破碎 偵辦這起案件的專案小組成員 在採訪的過程中 都會提到同一個人 他就是當時台南市刑大 大隊長朱宗泰 到現在還像做夢一樣 還不太能接受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真的 遇到案子的時候 有他在待你就會很放心啊 就是一定會破 對啊 所以你會覺得有他在 你會覺得心很定 對啊 等一下喔 會讓王玉琦接受採訪到一半 突然語帶哽咽 都是因為提到了整起案件當中 當時擔任台南市刑大 大隊長的朱宗泰 而朱宗泰在2021年12月 因為癌症病逝 當時的朱宗泰在台南市擔任 刑大大隊長 即使他並非這起槍擊案件 主要的負責單位 純粹是協辦 但是在他眼裡 所有案件絕對親力親為 所有和他共識過的人 對他的評價都一樣 好像是革命警察 我們講的革命警察 這個老大 把我們嚇到眼睛 我們怎麼可以 有怎麼樣的懈怠或懶惰 想要摸魚呢也不可能 他是我很敬佩的一個 刑事的長官跟前輩 他的罷難精神其實 我來了 刑事有28年 我看起來沒有幾個 沒有幾個有他這種罷難精神 當然很多了 沒有幾個 他是其中一個 我非常的佩服他 朱宗泰中央警察大學49期 刑事系畢業 刑事自立豐富 歷練也很完整 很多人都形容 他是警戒鋼鐵人 治療身體的過程當中 人不忘工作 這真的是我從他當中 看到的毅力 不簡單 我沒有任何說去捧他 吹他 他也成仙成佛了 我也沒有跟他直接共識過 只有那個案子有接觸過 說實在的 他是六都的大隊長 我是台灣省大隊長 我是愛他一級的 我是跟他學習的 所以才是相互學習的 非常感謝您這個小時的收看 我是楊如涵 我們下週再會